面对镜头微笑握手 俄罗斯总统普丁19号飞抵伊朗德黑兰与总统莱西会面 普丁这一趟行程将与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举行三边峰会 这也是俄罗斯2月下旬回军乌克兰以来 普丁首度出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 乌克兰粮食出口以及叙利亚情势成为会谈焦点 普丁表示在乌克兰鼓物出口问题上取得进展 他也感谢土耳其总统二段斡旋调停 另外三个国家也谈到叙利亚问题 三方会后声明表示 俄罗斯伊朗以及土耳其三方将会持续合作 以消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另外三国还表示反对非法扣押或转移 本应属于叙利亚的石油收入 以及反对叙利亚分离主义进程 希望可以终结已经超过11年的叙利亚冲突 而莱希也批评美国不断介入他国内政 由于中东正在形成 美国所支持的波斯湾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联合集团区域全力平衡 恐怕会朝不利伊朗的方向进一步倾斜 因此伊朗现在急于与俄罗斯加强战略关系 一位不具名的伊朗高阶官员指出 考量到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地缘政治关系演变 伊朗会想办法获得俄国的支持 来因与华府和美国区域盟友的对抗 而俄罗斯和伊朗关系向来密切 但俄国为了不得罪西方 一直没有公开与伊朗结盟 如今两国都饱受国际制裁 普丁也不再有所顾忌 欢迎新闻孙玲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